甜蜜的任务 本期看点 请问一下何老师 千玺第一次上快本是什么时候 请问千玺 娜姐第一次上快本的艺名叫什么 诶 请问娜姐 何老师当年曾经扮演过一个皇帝的角色 这部剧叫做什么名字 何老师的事情考我 精彩马上开始 开始了 开始了 广播小战开始了 今天我们甜蜜的任务的主题叫做朋友的秘密花园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环境 大家一定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显而易见 就是朋友请听好当中的三位真火 他们此时此刻就在我身后的广播小战当中进行着录制 而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一起期待着他们来到我们甜蜜的任务 接受我的采访 那我们一起去等待一下他们三位吧 走 为此 乃 和老师 那姐千玺欢迎三位 先请三位跟芒果TV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好吗 三位真火 温暖你我 大家好 我是何久 大家好 我是何久 你好 我是何 大家好我是千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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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来到朋友解听好的 这个广播小站的花园里面 为什么你脸色刷白 为什么你脸色刷白 是因为我刚刚在洗澡一半的时候 突然让我立马过来 因为我头发还有点湿 是在路上拿湿巾擦的 是在路上拿湿巾擦的 我显得非常冒昧 我内心非常的慌张 刚刚洗完澡 没睡头 可没感冒了 但是因为也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三位 先请三位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现在我们朋友请听好当中 三位在节目当中 各自是什么样的担当 担当啊 我们没有特别的担当 还没这么分 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全能 各种都在担当 以前觉得弟弟不会厨艺担当 那今天又发觉他也是个大厨 都不好说了 这个 现在不好说了 嗯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厨艺担当 可能要负责的部分 像我主要是负责给大家泡咖啡 然后 对 然后娜娜要 做饭吧 做饭 然后弟弟要负责吹呼噜丝 吹呼噜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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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这个担当 对 我其实一直算是被照顾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然后会碰到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 然后一起共同的生活 没有照顾你 谁照顾你吧 有了 你也在照顾我 对呀你来照顾我们呀 哈哈哈 谢谢千玺的照顾 哈哈哈 哈哈哈 来问一下三位就是对于这个广播小战 最初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次录制之前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那录制到今天 这个印象有没有发生哪些改变 嗯什么 谁先来谁先来 谁先来 弟弟先来 嗯 啊最初的印象 其实 啊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环境的挑战 然后比较舒服的是我能在这里面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或者说是做我自己舒服的节奏 好 刚刚知道这个节目要来我一听啊 有何老实 那我心里就 就是 你啥子啥子不去想了吧 就是觉得啥子也不用想的 然后后来听到 先行 我想还是想一下吧 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 尽量可以当这个组合的颜值担当 然后那个 然后就来了 我觉得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 睡衣党让我非常舒服 完全是 可以看到私下里面不一样的我的一个节目吧 然后去倾听别人的故事 嗯 然后讲一些 如果是自己会怎么样去面对 也学到很多 嗯 刚来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忐忑 好像没有哪个工作会让我这么的未知 就是 我虽然 嗯 我很早就在做电台 但是中间隔了一段时间没做 特别是他又会变成一个 综艺在体现 啊 台前幕后的经过的时候 自己是很期待 但是又非常的 嗯 好奇他会是怎么样做的 然后呢 在慢慢的在跟 嗯 我们三位真火的合作过程当中 包括那么多的主播来了之后 其实我们后来的节奏非常绵析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什么时候可以把什么做好 然后同时也能够不断的开发 广播的不同的种类 然后让大家有听到不同的声音的礼物 现在就能很明晰 什么时候 哪个世界一段可以做什么 更有苦了 慢慢的变得 嗯 还有一个播出之后的 一开始第一期是看到的亮点 就是在广播小站的两只小猫 非常的可爱 能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两只小猫分别什么样的性格 嗯 嗯 到时候看播出大家会知道 一人能进行 对 现在也不能太剧透太多 但是就是 这两个小朋友是完全不同的个性 像 呃 阿台他是 比 大家都以为他比较高冷 他其实不是 他是心思细腻 他 其实很在乎你对他的疼爱 有的时候很明显抱了点点 他本本来跟你腻着 但你抱了点点他就掉头走开 嗯 对 那点点是一个神经病般的存在 对 他是很难把控的 他有的时候会突然在房间里面 演闪电 然后有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次被主厨家门 主厨家门 啊 因为他把金主舞的就是我们广告客户的牌子 打翻在地 还把我们的那个产品合作产品打翻在地 被主厨家门是跟张星成一起被主厨家门 跟张星成一起被主厨家门的 后来又念他还是有可爱的地方 又请他回来 然后点点他就是但是他非常的黏人 他是很懂得去向你表达他对你的需要的 昨天有一个场景就是我抱着点点 然后娜娜坐在这儿 他这样躺着睡觉 然后他突然就是翻过来这样 朝着娜娜把手伸过去 又像伸懒腰又像这样娜娜抱抱他那种感觉 所以就他就是特别会 所以这两个小家伙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存在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几只猫在现场的 要请各位一起来辨别一下 周边大礼包 不知道他们能否成功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应该就是阿台本台吧 这个是应该是 对啊 不太一样吧 不一样的 他的鼻子比较太短 这是 我以为他摔了毛 这是加菲吧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知道 我还专门拿到的张答案纸 因为我怕我记不住 那我们就来猜了哈 这个是漂亮毛 漂亮毛 这是这是 这是 这是瞪眼猫 哎有瞪眼猫吗 这是美瞳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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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布偶 对对对对 不要叹气过来一个 这是纤罗猫吗 这是纤罗猫 这是纤罗猫对吗 是的是的是纤罗 这个是波斯猫 太瘦了 这是波斯猫 是的是波斯猫 这是喜马拉雅猫对吧 喜马拉雅猫对吧 是的 来我对一下答案 这个人 这个人 我只能认回 喜马拉雅猫 这是喜马拉雅猫 对吧 是的 你跟过答案 我在小时候 你怎么突然说出了 这么传言的名字 这是喜马拉雅猫 对 不是瞪眼猫吗 对 美瞳猫 瞪眼猫 恭喜三位真火 成功为粉丝赢得五分大礼包 没错 这五只猫呢 就是波偶猫 波斯猫 鲜猫 鲜猫猫 喜马拉雅猫 银银猫 这个其实说实话 我们三位真火 我跟娜娜都没有真实地接触过猫 我没有 我这是第一 基本上算第一次吧 我们里面的猫专家是弟弟 是的 年的时候其实网友们一直很 还开玩笑地有说过 因为弟弟之前养的那个二十 那现在在外面接触了这么多猫之后 二十的地位 有没有得到变化 当然 还是第一位 还是第一位 大儿子 回到家里面 二十不会闻到说 为什么你身上有别的猫的味道 吸干净的再回去 你吸干净的再回去 接下来还要问一下何老师 因为在前段时间 除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外 大家在家里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是跟着您做一个食谱 欢迎各位来到家 我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有多香吗 你看 太好吃了 我就是自己的厨身 所以先问一下就是 这些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会去在不同的很多地方 找很多的教程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说 希望大家都利用这个时间 在家里的时间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生活变得更加像生活 那么我觉得如果连我都 这样一个厨房小白 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料理的话 大家都可以动起来 明白 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大家宅在家里面 有一部分人是在做菜 还有一部分人是一直在上网课 所以想问一下弟弟 这个感受得到上网课的魅力了没有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在上网课 有 那有没有什么上网课的时候 你觉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些烦恼的地方 想吐槽的地方 可以告诉大家吗 就网一定得好 网一定得好 你们是在这也要 就是今天在节目录制的时候 你需要上网课 要的 他特别辛苦 他有的时候会比我们稍微要 比如说他要上完课才能来上班 来广播小五上班 有的课是 比如说是不是不需要按时间的 他就是等我们下班之后 他回去再接着补课 就是很辛苦的 但是已经我觉得弟弟很不容易了 并且以身作则告诉大家 在家也要好好上课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有机会 可以陪弟弟上网课的对吧 我就陪弟弟上网课 但是娜姐不光有陪弟弟上网课 而且也给大家准备了新的书的作品 那是光照亮的地方 先问一下这本书 但是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就是被光照亮的我自己 就是可能变得更加柔软吧 或者跟以前会有很多不一样 包括看事情 看问题的角度吧 会有很多不一样 我其实在里面也写到就是 我觉得我宝宝们的到来吧 就像是一束光照亮我的生活 照亮我的生命 然后我也希望把这种温暖 可以给到更多的朋友吧 好三位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准备了一些非常怀旧的物件 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分别呢是何老师之前出过的专辑和书 这个封面上面写着 2004年乐坛最具爆发力的偶像新人王 我们身边最亲切的全能艺人 还有娜姐 最新出的那是光照亮的地方 但是呢对于两位非常熟悉的实体专辑而言呢 到千玺就不一样了 因为千玺这边呢出的都是这个数字专辑 但是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物件 这个物件是千玺之前的时候在演唱会上送给粉丝朋友们的一个纪念的包 那看到这几个带有怀旧项的东西呢 其实也有几个关于怀旧的小小的问题要考一下三位 希望三位能够答对 请问一下何老师 千玺第一次上快本是什么时候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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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的31号 我确定是这一天 就是因为我记得第二天就是6月的童节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大家好 我是 Ti Voice里面年龄最小 个子最小 但是舞蹈最棒的叶昂千玺 我当然是最帅的 大家好 我是一年敞高了十厘米的叶昂千玺 大家好 我叫叶昂千玺 好帅没人能明白 只是发现心中期待 下面的一个怀旧问题 说问娜姐 何老师当年曾经扮演过一个皇帝的角色 在一个电视剧里面 这部剧叫做什么名字 郑德 不是 叫郑德演绎 今天起 我就是皇上 年号郑德 也就是郑德皇帝 腿上 胳膊上 得长点腱子哟 何老师的事情搞我 这个郑德演绎呢 其实当时的主题曲《看穿》 也是在何老师的这张专辑当中有收录 据我们有年头的导演介绍说 这个曲子在当年也很火 那接下来就请问千玺 娜姐第一次上快本的艺名叫什么 哎 呃 娜姐自己说过 叫叶子 哇 刚才呢 我正在这个咖啡吧里面悠闲着喝着咖啡 听着钢琴声 突然我看见一个人从那个大门口走进来 因为她希望自己是一个绿叶 然后她不需要是在最中心的位置 但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哪怕是陪衬她也觉得很开心 所以这个艺名我们当时都觉得很棒 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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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中间来了很多位主播 那各位对哪一位主播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王坑吧 王坑是一个奇怪的存在 这是王腔 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 然后自己又不知道自己很有趣的 来 吃草莓 你不会吃吧 马上就要去做甜品了吧 对啊 不然就晾到那里 跟空气接触久了 就不好了 怎么我们还有别的活动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 郭麒麟很好玩 然后他好像 也有接触到很多事情 他的一些见解很很很特别 好 来吧 养鱼呢 就是一个字干了 你知道吗 爱自己 妙语连出 那何老师呢 快乐家族 因为很奇怪的就是我们那么熟悉 还可以在我们的朋友群体里面发现佳佳 欣欣和陶陶的不同的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惊喜的 就是好像你已经对这个东西极其了解了 后来打开 居然里面还有宝藏 那这个就很很让人感动了 嗯 就现在快乐家族也是我们最后一期的那个收尾的 这这会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忘 难忘 嗯 幸亏有他们 不然我们三个不知道如何面对 会沮丧吧 会难过 那广播小站录制这么久之外 大家经常会倾听各种来听众的故事和来信 那你们各自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 妈妈写了她的先生 在因为得病离开之后 对于这个先生的一种怀念 面风信写的特别的真挚 2019年3月2日 13点11分 在妈妈生日和我们结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爸爸走了 从那以后 我都没过过一次生日 我不想过生日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天 我每一次想到终有一天 还是会和爸爸在相遇时 所以这辈子的时间 就用来好好陪伴你成长了 我觉得其实来自于真实生活当中的细节 可能比任何一个伟大的剧作家 还要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所以那天我们大家又觉得很不舍 但是又会觉得很温暖 是真切的感受到了爱 然后他有一张照片寄给我们 是他们一家三口的一个合影的一个背影的照片 看到那个就真实的可以看到那个美好的样子 所以那个是让我一直很难忘记的 我觉得难忘记的其实还挺多的 有一次打电话 一个女孩打电话进来 她就是可能在哭 她就说她和她在一起八年 还是十年的男友吧 十年 他们就要结婚了 突然就跟她说 就是 反正就是有一点退缩了 那个男生 然后都已经到了要结婚的地步了 前一段时间她突然就 给我说了一些话 然后我现在就还挺不错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想来问一问大家的意见 爱恋和激情 我对你和你相处之间和我父母相处一样 就特别特别平淡 我老师你知道吗 她甚至于和我说 她说 当时我们现场是一片沉默 就是会觉得 也是会体谅她的心情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她讲 怕说错一个字会影响到她的决定 或者是她自己对幸福的把控 所以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过 听到她在那边哭 然后后来我们最后还是用很温暖的方式 缓解了她 她最重要的这个时候 有人真正的这样听她说话 也是给她很好的治愈和解压 谢谢 我是一开始 不是call in的电话 是一封信 开头第一句说 今天是我妈妈离开的第多少多少天 妈妈 今天是你离开我的第1915天 如今的我跟六月结了婚 两个人又回到了上海 在这座城市买了房子 生活的忙碌而笨拙 现在回想起来 您被医院确诊的那段日子 几乎也是我最黑暗的日子 后来看到那个在微博上面还说 说很不好意思把这个负能量传递到 传递给大家 她觉得很抱歉 这不是我觉得这都不是负能量 然后我觉得这个 她是在经历过生活这么大一个挫折苦难之后 还能有这个乐观向上的心态 还在被别人考虑 对 不是负能量 对 因为很多人在宣泄或者说想给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经常会担心给别人造成困扰 但是我觉得三位在广播小战当中会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们表达出来的只是自己的想法 并不是带给大家困扰的任何的东西 甜蜜的任务成功 上微博搜索甜蜜的任务话题词 看节目嘉宾好玩瞬间 何老师您好 我是您的裤脚粉 是您的抠脚粉 兼五粉 真爱粉小王 小和同学你的眼粉来包包啦 虽然我是以一个解表情包的奇怪形式不坑的 但我真心觉得您的颜值很能打 就像长开了我的审美上一样 是我作为一个唱歌粉的执念 是雪落下的声音赶紧安排上好吗 我叫欣怡 欣怡你的主持风格让我心旷神怡 要祝我们的小和同学18岁生日快乐哦 生日快乐爱你哦 祝您生日快乐 万事顺意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的 生日快乐 18岁生日快乐 我最爱的小和生日快乐 祝同我父亲年纪一般大的帅气老和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让我们掌声欢迎拳王韩庚庚欢迎 毛果TV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韩庚 真的是锻炼了很多体质 好像一度降到6% 我有一张照片 那一天是非常低的一天 整个我看完照片就跟老头一样 我妈妈看完那个照片我妈都哭了 心疼了是吗 怎么会碰到那边了 这是直悬吗 好 这反悬 有配音 最后一个环节叫动作大挑战 我们一起学猫叫喵喵喵喵喵 四个字 我们四个对角一起唱 很早很早 我们帮人每一首主题曲 5月4号上午10点 芒果TV甜蜜的任务 带你走进硬核青年寒庚的拳王世界 再见